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 家里要来一位特殊的客人 王淑芳格外用心地准备这顿晚餐 家里放这些 吃饭了 爸爷 吃饭了 这边进一个 做到垫子 我把这个酱水面都给手盖打着 这今天吃饱了 下着了再吃点 再把点肉剪着吃上去 嗯 肉剪着吃 我要好她就这十天给她姑姑 给她姑姑就让她姑姑给我抓药 这就稍微给她做些 这是给教头和她教学吧 哦 让她吃香吧 嗯 嗯 她的姑姑非要让人肉 她就回来 来过一次她就和她们的姊妹在一起 她从不和我在一起的 这今天吃饱了 嗯 说起这些我特别惭愧 吃饱了 做我鞋我就是知道的 就是没有瞒过我这件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生活的也比较幸福 也没有在那边就是受过什么特别的委屈 我从来没有没怨过她们 但是 可能还是有一点那种隔阂的 我也不知道隔阂在哪里 我这个很为了敬后啊 是啊 啊 好 在城市这些镜色还能撑 去抓紧黑店子 好 危险 再回到正阳村 欣喜多过隐忧 英弟弟的吉利邀请 原本在上海工作的郭宝 正式回乡发展 她之前做直播电商 万物奔营而来 但斑斓的网络世界 并未链接西北老家的地道风物 人家这个是做得挺好的 买到了四百多冬的民情逆光 羡慕呀 啥时候 我也能买四百多冬的农产性 事业的压力自不必说 但这一程 血脉之间的千禅 恐怕更好心神 准备一日三餐 是母女俩为数不多的相处时间 就擦这一块啊 好 这次炒煮里的红虾 好 好 这小大线 四百岁下 四百岁下 不能小 这样起来 就这样起来 这次刚进去 又开始这一日炒哈 好 母女俩颇废周章 为的是这一锅水的转化 面汤持续加热 质地欲渐发愁 奶白色的汤汁 包含乳酸菌最钟爱的淀粉 菜叶并不入锅 平铺于缸底 酸味的滋长 依赖这一碗自家的老浆水 混合了新与旧 变化在热气中轮回 随后的时间 丰富的微生物开始活跃 定心人用更生动的词汇 描述这个过程 养姜水 养出来的姜水 酸味只是基底 各家微妙而细腻的差别 沉淀了彼此不同的家庭记忆 那只酸水水不是叫好的 在那里 在那里就跟酒 跟那个厨房煮水 就那厨房煮过上的热 盖热 那麽麽 都是给你以后就好的 寒露 天已微凉 作为盛夏节暑家品的姜水 自然转入秋季菜单 砸面搅成糊状 这种浓稠的碳水四面 又有饭的影子 据传是诸葛亮屯兵稀奇时的发明 一勺酸水解开厚重的口感 也正呼应了它另外一个名字 水围城 如果天气再占凉 姜水暖锅便是绝配 温泉 你这十四年你这家八十 你这家里有大厚 这是我的北风石河 这是十四年 这是你大厚 你这家里的大石去了 做它的脚水晓得好 好 算了 这个是快到旺北了 吧 这边 刚开始来的时候 可能会很拘谨 现在的话 你就好像 感觉跟自己家里面 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时间点跨出风雾 时间也掩藏出秘密 或许 家人之间需要的 不是开诚不公的谅解 而是异地而处的体谅 隐而未严 也是另一种修复 定西 号称中国的马铃薯之香 本地土豆质地松软 淀粉含量高 下热水烫熟 油漏勺滴入凉水定型 巧妙的加工方式 换来这碗形状精巧 质地柔华的小吃 一勺呛姜水的加入 让这碗夺属于西北之地的鱼豫 火了过来 同样由土豆转换而来 凉粉切块 姜水调味 酸裂清爽 恰好疏解秋造 再做姜水 郭宝以德心应手 芹菜打底 红白萝卜陪衬 随心而自由地搭配 正是姜水的灵魂 这也意味着 在代代相传的故乡味道里 有了郭宝的印记 壮盐 早 בת 黄梯 温凉 做生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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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姜水 煮 做生姜水 建议 以后 浅 最后 通常 将监也 寄成 包衣 给大家 在那边 看 表明 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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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